今天我来到了银滩东部的银泰花园小区 这边有一个日月铜灰这么一个石头 这还有一个水池子 老师那这个狗 这平常是 这不是游泳池吧 这水潭 这个小棚子挺好的 平常在这测凉吗 有人冲凉 对对对这挺好 安排了几个几把椅子 挺不错的 有人还唱歌 对在这唱歌的话有回音是吧 声音跑不了 你们小区还真不错啊 环境很好 我瞅瞅看看这边 哎呀 这个这是一个 这是个取经通幽的一个小路啊 这个哎呀月季也开花了 这边是这个叫什么树啊 梧桐树长得很大了 这么粗了 这个小区我看这个历史不短了 啊这个是松树 虽然这小区啊是我们小区东边的小区啊 但是也很少过来走这条路啊 哎呀前面还有照相呢 这花啊呀现在是这是这是紫薇花 这是紫薇 真好看啊这紫薇 这又是一个景 这边有人在这照相啊 有人锻炼身体 嘿嘿你们还挺好在这照相啊 这么好的花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 老哥我刚才有见过你啊 你看您是不是那个就是那年那个什么 呃在那边种地那老先生啊 在唱歌那老先生啊 我看挺像的哈哈哈哈 哦对您唱歌唱得真好 那个好远好远的那个什么地方我在云台 我在台阳立弯呢 我就听到您的歌声 然后我说赶紧 我就过去谁再唱歌 我就翻墙过去了 翻墙过去翻墙过去以后 一开始您在那种地呢 这是您夫人是吧 你好您两口子真好 在一起还在这这这这这叫这叫什么玩意 赏我们小区的美景 赏小区的美景啊 对对对你给你给你给老公的照相 你多好你们的生活过得好甜的 看你们的笑容 那个现在还地还重吗 不重了 不重了 嗯 为啥呀 那个啊那边准备盖楼房嘛 盖楼房啊准备盖楼房了 地收走了吗 这个都是自己开的地 哦自己开的地哦 哦 你们是你们是在哪一年在云台买的房子啊 我们 07年买的 07年 07年买的我们是 09年入住的 09年入住的 哦那到现在也十来年 12年了都 对 12年住的怎么样啊 你看住这儿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你看我们小区的景色啊 多美啊 你看看 对你们小区景色不错 这花真美 哎 住在这儿很舒服 空气好 啊 水好 那你们尝到什么甜头都没有啊 当然了 呃 怎么讲 我们家先生 呃 我刚刚放上歌 嗯 把了身体就慢慢地就恢复 可不定不吃药现在 哦呦呦呦 你没想到得过那么严重的病 现在不吃药了 啊 16年到现在 从16年 13年做完做完手术啊 13年做的是得的急性脚脏的白血病 哦 白血病 那个病很严重吗 那个病 14年我们出的院 就来这儿去了 14年出的院 就来这儿住来了 从院来这儿就住着 不走了 以前是老跟这儿住着 就是偶尔回去 后来就14年以后 我们就老在住着 老在住着了 就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的身体 就在这儿恢复的 还是在北京恢复的 在这儿恢复的 这儿的空气还是好 这儿空气好 对 我上次采访您的时候 您说您是北京的吗 后来打山 对啊 环境真好 后边打山 对 看您两口子 我觉得也特别的好 真是 真是 这种感觉 我看起来好幸福 好像羡慕 你多 两人 这么 这岁数我估计也不小了吧 得有个六十几啊 我六十 我得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我属牛的 哦 那得七十一 七十二了 七十二岁了 哦 活得这么乐乖 我今年是 六十八周岁 哦 六十九岁了 哦 这儿空气好 小三岁 挺好 挺好 小区里安静 这个物业 这个搞得也挺好 绿化都挺好 哎呀 你们小区绿化真不错 我们小区绿化真好 对啊 你看我说我们台湾那边我还挺自豪的 看你们这也挺自豪的 是吧 你看我们这花 对啊 这花多好看 你看这边 那边好像都成林了那个地方 对呀 是吧 都成百 这个是叫什么 这叫 吴童林 松塔林 哎呦你们这正对的藏龙山 对呀 我们正对的大山 这大山上也有 这个大山还有一个观音菩萨 还有一个大祖子密劳佛在保佑着这一代人的幸福平安 我们这儿这个风水好 风水好 讲迷信话这是风水好 对 我们这李总选的这个地儿 风水好 李总是 李真实 就是你们开发商 对开发商李真实 哦 也是那个就是什么国泰那个李总吗 国泰那个国泰 对 哦 这就你们这房子也是那个 就是那红泰那个开发商开发的 一个开发商 和那个红泰是一个开发商 哎呀 那个是我听说过他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的 对 38年全国劳动模范 38年全国劳动模范 怎么讲 38年连续全国那个 38年连续 我就反正我也是听说 哦 哎呦呗 那太厉害了 这人 是挺的什么的 呃 李总吧 我们 实际上我跟他不熟悉 他见了两次面 见了两次面 结着觉着人挺和爱可亲的 挺和爱可亲的 哦 是当地人 我知道是当地 如山当地人 对 好像也是闯荡江湖 以前是国企 呃呃 国企 后来那个什么 自己又又 呃 搞的开发公司 我我听说过好像是 是银滩好像有四个 还是还是有几个楼盘 他开发的 对 质量都挺好 银滩银滩银滩 还有鸿滩 啊 这都是 还有什么个 伯泰吧 好像 哎 那个可能就在 别墅去 那真厉害 小区不错 你们小区不错 你们 你们你们这物业是 是什么物业呀 我们物业是银滩物业 呃自己的物业 就是说这个开发商的物业 对对 不是那个银滩物业 不是不是不是 那那个物业怎么样服务怎么样 物业 我们觉得这物业挺好 挺好的 我觉得这物业挺好 嗯 哪有发现问题了 大家一反应 嗯 完了以后 那个宋主任 就把这的赶紧的 跑那去看看 完了以后组织员工 就把这个 给建设好了 哦 像前些天 我们这有一个 嗯 业主 说那个草坪里的 有那么一个管子 那个没有盖了 完了跟那个宋主任汇报了 嗯 宋主任赶紧就来组织这个员工 把它修复了 完了以后 这就减除了这个危险的 这个 小孩掉了 对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对对对 小孩掉了 潜在的危险给消除掉了 嗯 所以有什么事 只要一找到宋主任 嗯 哎呦 我觉得您这说的还是那个啥 因为我 据我了解 好像有些这个 这个小区的物业和这个 业主呢 好像挺抵牛的 呃 咱那你们对 能够对物业有这么个评价 我觉得都挺吃惊 都觉得确实是 应该是比较满意 你才这样说这样的话的 人也复苏了 嗯 确实说哈 对 我们小区的这草坪啊 嗯 到时候就剪一次 嗯 那个都挺那什么的 而且小区吧 有什么事吧 反正找到物业人就 八六地坪 有一次 � 没有见得这个嘛 没错 是吧 反正就一句话 明安物业嘛 是不是啊 这个 我说了 呃 聪主任和在里总的带领之下 是吧 在 劳动模范的带领之下 发扬模范精神 让我们大家来的时候 住着安心 我们大家走的时候 宋主任他们给我们看着 我们的第二家园 让我们走的时候 没丢过东西吗 当那小区没有 基本上 基本上很少发生 像海之园 海之园好像是有点什么了 是吧 对 他那点 他不属于 他属于银摊物业 银摊物业 这是老板开发张自己的 他要为负责任的 我们谈另外的物业也不错 哪都是负责任 咱们小区的业主和物业 咱们要搞好关系 你看我们演节目 是什么 物业都大力支持 需要什么 你比方说 党的一百年 那什么是 清党一百年的时候 七一党的生日 完了以后 有困难了 有事了 完了以后 我说要建一个 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一百年 那横幅 完了以后 公司 公司经理 还有陈女士 忙着就赶紧的帮着我们 跟老板一说 他们非常支持这些事情 小区的 反正你要提出来 我觉得小区还挺支持的 看今天和你们聊聊天 不仅了解了 你们的在这里生活情况 也了解了和你们和物业的关系 物业就应该是上下沟通 把小区建设的更加美好 对对对 不是说咱们和物业就得闹纠纷 闹舞的 咱们是两方向的 是吧 我觉得是 对对对 跟宋主任 也好 跟这个什么 要搞好关系 咱们 把这个 小区 共同把小区建设好 对 维护好 咱可以非常舒心的 这里过好晚年生活 真好 谢谢你们 今天来的小区 看这个 欣赏一下 在小区的美景 我再转转看这边而已 那边那个 那位老哥 你得笑 对 这还老爷子 年纪挺大的了 80多了 断了身体 坐挺好 行 我